公差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采购合适的PT打包袋 PT打包袋标准产品指标 首先是外观指标的公差范围 打包袋的外观公差范围主要是指外形尺寸上的宽度厚度和长度的允许范围 打包袋公差范围对产品有什么 影响呢 GP-T4010-2010的标准中 PT打包袋的宽度公差范围对定 产品宽度9-16毫米允许误差范围是正负0.5毫米 宽度19-32毫米允许公差范围是正负0.7毫米 相较于国家GP-T223-44-2018标准的要求0.8毫米的指标上提高了60%到14%左右 针对不同杯葛产品该标准更加合理 PT打包袋厚度公差范围规定 产品厚度0.5-0.8毫米的允许公差范围是正负0.05厚度0.9-1.4毫米允许公差范围是正负0.06毫米 相较于国家标准GP-T223-44-2018标准统一要求的0.06毫米来说 针对不同规格产品有不同区分的指标 这样的指标是更加合理和科学性 PT打包袋的长度公差范围规定的允许双方约定值的长度允许公差范围是2% 但这个平均值是不能为负数的 该要求明确的长度的公差范围又有效的保护用户的利益 相较于国标GP-T223-44-2018约定的共负合同要求 仓服的表述该指标更加科学 也避免了不必要的模糊数据的纠纷 公差是正负0.3 弧度是正负0.03 国标和产业标准上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公差指标的提高意味着产品工艺和管理更加精细 质量更加可靠稳定 产品一致性更加优秀 产品的自动化应用中更加顺畅的通过各卡口 避免了卡带等故障 确保自动设备的顺利应用